出生于台湾的陈厂志,父亲在成都经营协厂多年,与大多数子承父业的台二代不同,陈厂志选择了另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创业。 他当过学徒,做过店长,可经营跨境电商,也能玩转新媒体,虽身份一直在变,却始终没离开父亲带他进入的制协业。 子承父业或许不让人意外,但如何在大陆玩出花来,则彰显了这位台二代的个人积淀和思考。 陈厂志告诉记者,2011年在台湾服完兵役后,刚满22死的他就按照父亲的安排直接飞到了成都,开始了首轮创业。 出到成都的他发现,原来成都市区与台北很接近。 然后路上这样开车回到市区的路上,就觉得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,就基本上跟台北是很接近的。 然而,陈厂志坦言,因为父亲属于虎霸行,所以到成都的日子全靠自己独立摸索,自己想办法生存。 陈厂志也将自己刚开始创业的成长成为运气好。 陈厂志表示,在成都工作不久,父亲很快又派他去浙江广州学习。 当他学得差不多时,父亲又派他去加拿大学习企业管理。 一年多后,又派他前往越南、老窝、柬埔寨,后来再到云南,响应一带一路倡议。 2021年,重新回到成都。 谈及为何最终又回到成都,陈厂志说成都更加发达,机会更多。 成都跟四川,我觉得我感受到最深的还是一个人情味的部分。 因为基本上我待过沿海城市,待过很多地方, 我觉得他们算是说生活节奏很快,对赚钱或者是这些欲望很强,很忙。 但在四川的话,大家也会很认真, 但同时他们的生活节奏中充满了一定的所谓的松弛有度, 他不会逼迫自己说崩得很紧。 在四川,有很多跨境电商和新媒体的孵化基地, 成厂志主要聚焦跨境电商,在耕耘几年后, 业绩增长了十倍以上,从几百双鞋到销量达到六位数。 我们那时候做跨境电商,应该说第一年是持续在投入, 不然说我们发海外舱,海外舱有一批货,路上有一批货, 家里还有一批货正在坐着,前期都在投入, 但它会有一个临界点,当你突破了一个工序临界点之后, 基本上后续就是存赚,存利润。 陈厂志非常看好大陆新媒体发展机遇, 他表示,大陆新媒体发展已经领先国外, 还推出了AI直播带货,在川台青已经有不少参与其中, 从事内容创作,直播带货,社区乡村创意打造等等。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做到就是全电商平台的一个孵化领域, 不只是服务四川的邪企跟邪业, 而是服务到许多在开放之后, 或者说后续更多的交流的时候, 很多台湾人过来,每个人做的品类不一样, 有些人可能做文床,有些人可能是做食品, 我希望结合他们自身的产业, 能帮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电商渠道, 因为新媒体它是一个充满无限想象力的一个事业, 也是可以长期发展下去的事业。